妳跟朋友會聊自己身體嗎? 可能會問她說 欸 最近下面很癢啊 妳有沒有什麼曾經發生過這樣的問題啊 因為有些女生真的不知道自己可能有味道啦 或是遭癢不知道怎麼辦 覺得這個很害羞 然後最後她們就越拖越嚴重 很嚴重到就是下面都要爛掉了 因為我真的遇過有一個 是她流出綠色的 然後中到一個不行的 很就醫 聊天室 不要鬧了好棒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哇嗚 今天我們請到 許瑜 來跟我們一起街頭採訪 對啦啦啦 我是許 嘿 妳平常會做街頭採訪嗎? 不會 應該是我正式的第一次去街訪這樣 好啦 那我們今天特別接到一個任務是 擔任草本新境界的特派員 妳知道那個是什麼嗎? 我有買過他們家的產品 蛤 妳有買過? 是可以讓濕密處保持香香的一個噴霧對吧 蛤 妳怎麼會知道?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 蠻容易就是下面有感染的問題 那加上HH的幫忙 換我下面的現在是沒有異味的狀態 像我的話我跟我澎姐的朋友們 我們就會聊一下自己的身體 甚至我們可能有時候會 拿鏡子看一下自己 欸有沒有怎麼樣 就是這個是很健康的東西 因為在台灣感覺 大家好像聽到這個話題就有點 欸怎麼會這樣 妳跟朋友會聊自己身體嗎? 可能會問他說 欸最近下面很癢啊 妳有沒有什麼 曾經發現過這樣的問題啊 怎麼解決啊 多類型的 很健康的一個話題 那我先聊一個 我有一次在日本 我在大阪 大家很多人然後我在那邊逛街 你知道嗎? 結果我下面超癢 我應該就是分泌物過多 就是體質的問題 應該是有細菌感染 對細菌感染 然後我超癢 你知道那個超癢是 妳走路可能就要先這樣 哇 我之前真的是很常這樣的人 然後細菌感染會有夠臭 但是很難受 還不難受在大庭狗狀之下這樣吃 真的 然後我才知道說 哇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有些女生真的不知道 自己可能有味道啦 或者是遭癢不知道怎麼辦 覺得這個很害羞 然後最後他們就越突越嚴重 很嚴重到就是下面都要爛掉了 下面都要爛掉了 因為我真的遇過有一個是他流出綠色的 然後痛到一個不行的 很就醫 所以我們現在的男生們 他們是知道有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也算教學他們啦 我遇過很多男生他們都覺得說 如果女生下面有衣櫃的話 可能是他的私生活很困難 私生活不好 但其實不是這個 不是不是真的 就是要想說大家的觀念是 他們女生的體質的問題 就是內分泌的關係 那所以我們今天呢就要去街坊 就是跟他們小聊一下 然後我們要送他我們產品這樣子 好啦我們現在手上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 HH的產品喔 然後他們家就是 主打植物萃取的東西 重點是他生理期可以用 我知道我們家許瑜是 對味道很敏感的人 一天到晚說 喔我像生理王那個精油 還有那個擴香 然後他就是 完全符合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再來 他每一支都可以生理期用 那現在新的這個plus 基本上是 加強生理期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接上 送他們這個東西 好咧 那我們準備出發吧 我希望可以成功耶 我怕你們都很害羞 你敢問嗎 你看你眼的耶 哈哈哈 那我們要出發囉 那我們就let's go 有兩位 我看喔 你覺得這兩位呢 這兩位我來試試看 來試試看 不好意思 你們願意接受採訪嗎 哦耶 成功 那我們想要跟你聊一下 請問你們看起來都很年輕 你們差不多幾歲 19 19 17 17 哈哈哈 那我要問就是 我們剛剛在聊 女生私密處這個地方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騷癢 或是有時候會覺得 有一些異物不舒服的經驗 嗯 會 會嗎 夏天 但是你們會避諱 就是不敢討論嗎 我不會 我很大方耶 你們就是正常討論是不是 對 就是我這樣好不舒服這樣 嗯 可能會 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你們平常 你自己會修剪毛髮 或者是做一些保養的動作嗎 沒有 沒有是不是 那今天 送你一個小禮物 這個HH的私密處噴霧 外面都可以保持著淡淡的水果香味 那如果你有燒癢或是驚起來的話 可以試試看 那這個有兩個不同的味道 一個是花香 然後另外一個是柑橘的香味 謝謝 欸剛剛那兩個妹妹其實 年紀真的很青春 然後他們有點小害羞 我覺得年紀稍微小一點的女生 都還蠻容易害羞 容易害羞是不是 那我們等下要target怎樣的女生 我覺得可能20出頭的女生就會比較敢聊這些了 可是他們也很大方的承認說他們也會有如此的經驗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可喜可賀的事情 好那我們要來找一個看起來比較能聊這件事情的人 哈囉 方便打擾你嗎 我們在做一個街頭採訪 哦哇 你成功了你成功了 你用什麼洗妹妹或是內衣褲這樣直接問 欸其實內衣褲是不是也很重要啊 對啊 很重要 啊我都亂洗耶 我都一件一件手刷 呀呀呀手洗 真的你們都手洗耶 我真的沒有我都給她亂洗 隨便丟到洗衣機裡面 一定要曬到太陽 一定要曬到太陽 就是不要放在浴室陰乾 很多人都這樣 就是洗完就放浴室 啊不行 很容易會支撐洗衣菌很不好 天啊那我是應該很強壯才對 那今天呢我們要送你噴霧 就是它是保養你下面的 就是讓你下面不會有異味 謝謝你今天接受我們採訪 謝謝你用這個牌子 蛤 你 蛤 我整組都有買 洗內衣褲的 然後洗下面的 跟噴霧跟乳液都買 哇 HH的愛用戶欸 我想問你一下為什麼 我第一次是因為 因為我剛搬來台北沒多久 然後天氣比較陰 潮溼一點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好像內衣褲曬不乾淨 然後又有點開始不舒服 我就去查 然後就試這牌子 哇一試成主步 真的假的 欸這個我們是 在路上 就是 我也嚇到欸 哇太厲害了 不行 我覺得它是愛用者 我覺得我要拿PLUS出來送給他 謝謝 謝謝你 耶 欸很成功欸 你很會找欸 好啦那我們剩下一個 那我帶你們去問就是 我們往那邊走 好嘞 那我們現在很熱 外面真的超級爆炸 那現在呢我很聰明 我找到一間我常來買衣服的店 裡面我是超級VIP 所以他們應該認識我 好我們走囉走囉 嗨 好久不見 最近有新款嗎 有今天剛上 好我常在這邊買衣服 他們都很知道說我一來 他們就會把新款或什麼 都已經準備好在這邊 我直接衝進去換 換完要不要就直接走 那他們都很敢 都很敢 那我們可以訪問你嗎 我想要訪問你 你平常有在保養私密處嗎 沒有但有這個想法 有想要開始做這件事情 那你有修剪他們嗎 有它是光的 對 你也是會care那邊美觀的人就對了 對 好 那今天我們要給你介紹一個 然後它其實就是私密處的噴霧 噴了會香香的 而且它有抑菌的效果 我今天給你試試看 它每個味道都不一樣 它這個那個米耶 這你又知道了你 對啊小生每次大家都狂買這個 對啊我上次去購物的時候 超多國外的人全部都買這個 我知道像家樂福或是有些地方 超級超級多 一來就直接 像上市人家進去 一直狂挖狂挖這些東西 所以你也知道它 我知道它 我家有 你家有 大家家裡都有 我還沒開始用 我姐真的很多 我真的很訝異耶 那今天就是這個送你保養 那你平常會害羞嗎 就聊起下體的事情 跟朋友會害羞嗎 還好耶 女生不會啊 就是誒我昨天有點癢 這會聊啊 因為有些朋友可能過敏 或是顏色分泌物之類的 就會給他一些經驗 說誒你可能要去看醫生 或是你要做保養 或是你要去除毛 然後我就會推薦他們 那你很有經驗耶 你就知道耶 有我嗎 我真的是這個苦煮 就是我真的體質的關係 我非常容易感染 我知道有些女生 是超級容易感染 吃一點甜的 或是一熬夜 馬上隔天馬上感染 對 真的 每個都在感染好可憐喔 那我應該算是蠻lucky的 譬如說三天不洗澡 其實只要得一次之後 就會非常容易反復 真的 我有朋友這樣好可憐 我等一下回去會洗澡的 好不好 然後謝謝啦 謝謝你 今天我們終於做完三組人罵了 三組有兩個人就都知道H&H 我嚇到耶 我剛剛還偷問就是我們的助理 是不是你找人的 他說沒有我不知道啊 我們就絕對真實 他如果要找廣告的話 那他花很多錢 真的耶 那今天我覺得算大成功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你們也可以買來試用看看 然後再告訴我們 下面留言好不好用 那余呢最近也加入了阿菜魚肉 他也是阿菜魚肉的一份子 那來推薦一下自己的頻道 我的頻道是許魚 通常都是拍一些 丟蛋啊玩具類的開箱 然後生活紀錄 還有遊戲實況 喔很棒喔所以 以後呢會常看到我跟許魚合作啦 大家 掰掰 如果喜歡阿菜的話 一定要記得按下小鈴鐺 然後加訂閱喔 耶 這個很好看喔 衣服都買他們家了 耳環也很多時候是